来自南方都市报消息 3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依法防控境外疫情输入最新情况 针对民航局是否会组织包机接回我国境外公民的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二级巡视员进军号回应称 民航局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相关部署要求 对一些薛球集中飞行目的地有接收保障能力的城市 将会市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 民航局也有能力及时开通临时的搬机和包机